What is stress? 何为压力? 每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变化、困难或挑战 例如换工作、考试、婚姻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遇到压力 其实有压力是有造成压力的外在因素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幅图画 大家可以看一看有个做到对比 其中有一个就是一条鱼 是录制一个迪士尼作品 他就说,另一条鱼都没有压力 眼睛挖住他说不动 他说,Just keep swimming 继续游吧,继续游吧 这些是很积极的 但旁边的就是他什么都做不到 就是两手叉着头 头就会爆 所以这个就是external factors causing stress 既然不同的人面对这些生活压力时间 都有不同的反应 举例比如说有一些很乐观的人 可能仍然能够以一个很轻松的态度 来到面对失业 但是相反,如果是一些比较悲观的人 他就觉得,我没什么做 好不幸,为什么会 我平时做多年都没事 为什么做到一段时间就被人兜走 那些这样 他们就什么都放弃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一个爱在因素 就是一些人的乐观性格 和一些悲观的性格 看到这幅图案呢,很漂亮 一个很好身材的女仔 在这里做yogurt 这一样东西 当然是我梦寐以求要做的东西 那些这样 但是自己单脚都站不稳 你不要说还要做这么艰难的动作 那这里就说了一样东西 就是说 其实我们就说 除了外在因素之外 其实无论我们的性格 思维 或者面对问题的态度 放松能力的方法等等的内在因素 都会对决定 我们可以能承受的压力 有多大呢 是起着一些重要作用的 那总之 虽然我们不太可能 完全掌握自己的生活 我们是没有办法掌握到自己的生活的 亦都 我们不要常常觉得 过去的事情 不断想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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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就过去了 但是我们不能够改变过去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迎接新的未来 那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 要学一些放松自己的方法 用一些积极的思维和态度 来应对生活的压力 那压力感就会减少了 那有些人就说 其实stress是好还是不好 你试试Google 你说压力是好还是不好 那些人就说 stress an angel or a devil 那究竟压力这一样东西 它是属于天使 还是魔鬼 那些这样 那有可能呢 有些人就可能认为压力 是需要摆脱的消极事物 但是事实上 足够的压力 是可以提升我们在工作 学习 或者生活其他领域的效率和表现 而压力亦都可以激励我们 努力追求我们的目标 尋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呢 如果我们的压力 实际上太高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 好像以前一样 来到展示自己的能力 或者我们的potential 我们的工作效率和表现 都会受到相应的阻碍 最弊家伙的是 在长期的压力之下 我们的心理健康 都会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 那你见到这幅图画呢 如果你看到一个女人 就是很沉默的 眼睛黑了 那他就说 He is your opinions See you next week and next week and next week 就说 这些就是你要吃的毒品 那些这样 下次再下次 下次再下次 就是永无灵异地去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之严重的后果 好了 我们很多时候 就不知道 即是发觉到 我们无论心肝脾肺肾 就算简单如头痛 或者是偏头痛 或者是作呕作门 不想吃东西 或者吃得很厉害的时间 或者睡得不好的时间 原来这些身体症状 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身体是出了事的 所以呢 我们多点留意自己的身体症状 看看究竟是哪方面出了问题的话 大家都可以早点加热注意的 这幅图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有看过的 这幅图 这幅图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有看过的 就讲关于 Body Mind Behavior Emotions 就是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那个 stress 那个压力就在中间 就是说 其实呢 当我们有压力的时间 不单是很简单的影响什么 会影响我们的 physical 例如它有头痛 有 有 常常都有一些 好像一些infection 那样 或者是 一些很绷紧的肌肉 那样 那 很很疲励 那些皮肤 就常够我们周身都是 那样 或者 甚至 呼不到气的情况 而Mind 那里呢 就是我们的 心理方面 呢 常常都很worrying 很多担心 那 有时想东西想不到 有时 要决定一些东西 就决定不了 做噩梦 那 或者是很负面 那些 那样 或者是一些很 很延迟的决定 都想不到 那 Behavior 那里呢 就是 因为它一直在想东西 所以呢 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 accident problem 那 没有胃口 那另外就是 就算这份 你有伴侣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 性格冷感的出现 drinking more 那可能会喝多些东西 那如果喝水 就没问题的 那如果你说 drink more alcohol 之类的东西 那就真的不好了 insomnia 就失眠 restlessness 就是 很焦虑不安 smoking more 就是吃多些烟 那另外呢 emotion 那里就是 loss of confidence 不够信心 more fuzzy 哎 就是 总之 暖沙大龙 irritability 很容易猛症的 depression 抑鬱 apathy 就是说很烂漠 其他的 allocation 和apprehension 这些东西 都是由于我们的stress 所引起的 这幅图呢 我一看完之后呢 第一时间 我cap这个图的时间 觉得很正 但是呢 就看到 你望了几眼呢 其实你真的会 头昏的 那这个呢 就是其中 刚才说了我们的身体症状呢 是告诉我 我出了事的 例如我们dissness addict 我头昏 头痛 这样 好了 这个neck pain 就是 常常都觉得 哇 脖子很紧了 那些这样 那就是当然 如果我们埋头虎干工作的时间 我头常常向前蹲 那就会neck pain 但是如果你不是说做工作 以后你顾着在那打机 不断蹲下头 打足24小时 48小时 打天光 每天都是这样做的话呢 都会neck pain 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今天要讲的课题 好了 这个呢 就是back pain 那back pain 就不用说了 就是腰骨痛 那现在呢 我想大部分人呢 如果你说他没有腰骨痛的话呢 我真的恭喜他 因为呢 其实back pain 都困扰了我很多年 那我都用了很多方法的 那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都有back pain 这样 那back pain的时间 就千万不要说 不理他呀 只用止痛饼的话呢 那你是会 而医疹治就不好了 那些肌痛啊 那就是身体上的肌肉终于很缺帮的 那就是简单来说呢 那就是身体上面那些肌肉啊 那就是简单来说呢 那就是身体上那些肌肉啊 那就是身体上那些肌肉啊 一堆人类 手把筋爆了 比喻说有些人很努力的时间 肌肉就硬了 这个是唐老鸭 唐老鸭在心中 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呢 如果大家有看这个 Donald Duck那些公仔 很多时候他见到一些 他心仪的女孩 他心跳得很努力 这个画像我都觉得 当然是AI做出来的 Difficult breathing 呼吸困难 当我遇到压力的时候 死了 再做不及就被老师骂死了 或者被上司骂死 或者考试的时间 哎呀比较负 考试考不了的时间 爸爸妈妈扔我出门口 这样就会令到那些人 会有Difficult breathing 即是很难透气的 好了这个10元女孩更惨了 你看又在发烧 因为连着退热贴 但是在皮上不停伸皮 一直伸,向后扔 由于我们有压力的时间 会影响到我们的电邮系统 电邮系统就是我们的 电邮系统是我们的过敏系统 我们会很容易得到这个flow flow就是现在所说的流感 通常性就当你有压力的时间 自然胃也不舒服了 想呕呕呕呕呕呕呕呉 反胃的样子 这个就叫做 Frequent Gastrointestinal Discomfort 这个小女孩很有趣的 有些人当遇到压力的时间 要么她就anerged to sleep excessively 一向都喜欢睡觉 但有压力的时间 她比以前睡得更多 相反的就在失眠 当她睡得不好的时间 自然个人很容易累 所以妈妈都会觉得自己很疲累 非常疲累 and fatigued Fatigued的意思是非常疲累 其实跟Fire Tired的意思是相同的 这幅图就说a lot of appetites 有鱼 有饭 有菜 有汤 那些这样 但那些女孩 都是不开心 都是 把筷子都打开不了 因为没有胃口 要么有些人没有胃口 吃不下东西 有些人就是大胃王 不断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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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断吃 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些人就说我不开心我就狂吃东西 有些 celebrities 原本一到要去领长的时间 把自己在短时间之内减肥 但过了这个节日之后 吃完肥到比之前更加肥 这些不是那么好的 但也好看得出 其实那些celebrities他们遇到的压力 是比我们一般人更加要严重的 这个妹妹肥嘟嘟 但眼睛超超 嘴咪咪 因为我们的emotion 我们有时会很紧张 很tense的个人 还有over一些很trieffier 一些很简单很小的事 他们都会很容易敏振的 这个是比加火 这个一哭大哭受 一哭就哭到 你看看这样噴出来 整个waterfall噴出来 We make spirits for low moods No moods with increased crying spell at times 突然间我们都会遇到一些 low moods 即一些不开心的情绪 对了 那就会突然间suddenly 就会哭得很紧要的 这个呢 你看到这幅图 就是一个男人 他脑都爆了 脑脑抹落 落个头到那些 Our attention and memory may decline Affecting our work performance 就是我们的专注力 和我们的记忆力 就会变差了 继而就会影响我们的工作表现 你影响到工作表现的时间 业绩不好 或者你平时做得很efficiency 突然间是因为你有压力 而是令到你表现差的时间 你老闆不会想起你业绩好的时间 他只是当你现在 你业绩做得不好的时间 所以那些人就会很s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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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喝啤酒 哇 啤酒就已经很大了 他还整个酒 跟啤酒这样滑 的声音这样喝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 可能呢 当我们遇到压力的时间呢 我们喝酒啊 或者喝一些 就是好像一些 Catherine Continent的drink 就是咖啡啊 或者是含一些 咖啡因含量高的东西呢 是比以前更加高的 有些人遇到压力的时间呢 就会是不停地吃烟的啦 烟薄烟啊 这样 另外呢 就有些呢 甚至乎是 就是 会有这个 滥用药物的情况出现的 那好吧 如果我们真的 遇到压力的时间呢 刚才说了 那些symptoms 那如果我们 遇到压力的时间 我们又有些什么 management techniques呢 那我们呢 就记得一样东西 就说 我们要对自己呢 是有一些 是合理性的要求 和 expectation 那但是呢 就千万不要 是 就是对自己太harsh啦 那这个 女仔呢 她就说 What if I say no? What if I say no? 这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说不行 那怎么办 就是这样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就是说 要当别人叫你去做些任务的时间 你要想一下 想清楚 你是否能够用有限的时间 和精力 来到去管理得到 必要时候 如果你发觉到 他们加给我的工作 已经越加越多了 想着我每样东西都是 yes woman的时间 就每样东西都加给我 然后每个人就准时收工 就走了 那些这样 就会令到呢 你不单止别人 会赞赏你 觉得你很stupid 而你上司觉得你呢 就觉得你是办事不力 不得做不到 那些这样 所以呢 所以呢 就说 当我们觉得 必要的时候 我们是 不能够不学会拒绝别人的要求 因为为什么呢 这样 是避免让自己陷入困境的 千万不要always say yes 好了 我们永远不要试图要求 一切都是完美的 因为这一样东西呢 就是不实际的 没有东西是可以完美的 那只要你知道自己 已经付出全部努力的时间 就算那些东西不行 都应该是学会 let go 放手 无论结果是怎样都好 都要放手的了 那这个公仔呢 大家可能会认识 这个Millions 那是很有趣的 这个动画 你这样做一些古灵精怪 那这样 那这里呢 就说 将你的注意力集中起 那些可以在你努力管理的事情上面 就是说 如果那个是你强项的话 你就应该将你的注意力呢 是集中起那里 而不是说呢 去浪费时间呢 去摆在一些 根本上你自己 驾驭不到的事情上面 那这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都 学会啦 就是说 去 去 自己的强项的 就多用心思去做 自己做不行的话呢 就要say no 那还有呢 就是没有浪费时间 那些这样的情况上面 记得 永远都不要忘记自己的长处 有些人呢 当他遇到压力的时间呢 就觉得自己 样样都挺不如人 搞不备当 样样都不好啊 那些这样 但是 我们其实 我们是要认真对待自己的同事 也都试着是欣赏你曾经 拿过的成就 好了 我们呢 是要cultivate 一个good work habit 即是我们工作上面的东西 有些什么good work habit呢 那我们 当我们去上班的时间呢 我们一定要去列出 就说 当我们发觉有大量工作 怎么办呢 我们六点钟要下班了 那你就要将你手上的工作 去设定一个priority 那就是说 由哪些东西是很重要 要先做了它呢 你就要将它排名第一 那如果其他那些呢 可以今天都未必要做得完的 或者可以晚一点点做的 这样 你就要将它分回一个先后次序 这样是很重要的 也都考虑呢 将一些复杂而困难的任务呢 是分成一些较小的任务 你可以更容易掌握这些任务 那完成一些小任务的时候呢 你就觉得 我做了一件事了 那你就会有成就感 这样呢 就会激励你呢 去进一步去做另一些工作了 这个女孩 这个女孩 正正在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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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呢 那边都要做的 那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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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知睡到什么时候了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睡了 你记得一件事 避免将工作任务 推迟到最后一分钟 你只会感到更大压力 有很多人很有趣的 一上班的时间 吹水不抹嘴 又说我老公 又说我老婆 又说我家里 又说我子女 又说我狗 又说我狗 说了一大堆东西 但其实基本上 大家都未必想听 好了 说完整些东西之后 你才开始工作 人家个个 可能回到九点的时间 可能九点钟之前 已经开始工作 但可能你 你拖下拖下拖到十点半 才开始工作 你发觉到在大堆时间 但发觉到自己 不是 十点半距离吃饭的时间 又差不多了 不如吃完饭 下午才开始工作 然后你发觉到 只做不切的话 你的压力就会更加大 有很多人很有趣的 他们很喜欢跟别人做比较 比较自己的美貌 比较自己的衣着 比较自己的身材 比较自己的钱财 都要比较 但一样东西就说 永远不要忘记按照自己的节奏工作 不要不合理地与人比较 因为有些人可能 他本身 他 大家都做同一份工作 但有些人 一听就会觉得 我明白了 这样就可以立刻做 但是 你不懂得做的时间 你不明白的话 也都未必是你的错 所以 当你不懂的时间 你就应该是请教你的上司 而是 先别说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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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懂得做的时间 他已经立刻做到 差不多做完了 那么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那个标题是什么 那你还想什么 你不明白的时间 那你当然是问上司 这些 这个Winnie the pool 和pignet 在摇篮上面睡觉 很舒服 那些这样 那这里就说 当你遇到压力的时间 你要准许自己 是好好地休息 千万不要觉得 就说 哎 那些事都未做完 我整个心心挂住 或者有些人 就下班的时间 就是带一些工作回家 我想希望大家去想清楚 就是一件事 家里就是家里 写字楼就是写字楼 如果不是的话 就不会说 回办公室 或者叫做回家 是不是 所以呢 我经常都不鼓励 那些人呢 带一些工作回家做 但是有些人说 我真的在工作上做不完 办公室 办公室做不完 那 人家每个人出去吃饭的时间 你就没有出去吃饭 你带个饭盒 他去跑两滩的时间 你就一直 对 对 这些事你时间 你自己崩出来 因为大家都只有 那么多小时做事 那些那些 那为什么人家做到 而你做不到呢 好 好了 这里是说些什么的呢 take a new perspective in your thinking 那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说呢 我们想东西的时间 就不要自己 就是在那里猜猜猜猜猜猜猜 那倒不如大家 现在真是 几位同事 或者几位朋友 大家都坐下 慢慢去brainstorming 就是大家去提出一些 effective的解决方案 总好过一个人 就在这里 就是 那个question mark 一直在一个头颗顶上 那就解决不了问题 好了 这里呢 你看看这幅图画 这幅图画就是 positive thinking will let you do everything beller than negative thinking will 就是简单来说 刚才也是说到 就是说你看东西的正负面 硬币都有两边 是不是 那如果假设 人一样东西就说 如果你做任何东西的时间 你都是用那个negative thinking 就是用一些负面思想的话 你做任何东西 都是不会做得好的 但是如果你尝试一下 用一些positive thinking的东西 来帮你自己去走前面那一步的话 你的结果是会差很远 所以呢 我们记得 每一样东西都是 尽量去采取一个乐观的态度 那当然如果你说 我真的想不到 那你真的需要找一些therapist 去跟你谈一谈 这幅图画呢 就给大家看一下 It's time to just be happy Being angry, sad and overthinking It's not worth it anymore Just let things flow Be positive 这个女孩呢 我想她附近都应该有些雪叶 飘下飘下飘下 在头上跌下来的那些 她说 是时候要开心了 你再生气,再忧愁 再乱想东西的时间 已经不再值得了 所有东西就随之她的东西留下 我们要positive的了 这幅图画我非常之喜欢的 是的 有很多人呢 当我们发现到 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间 就会觉得 哎,我真的好不幸了 那又觉得自己很不幸 觉得自己很沮丧 但是相反地 如果你能够将这些困难和挫折 是当做一些challenge 的话 这个压力就会成为你的动力 Share your feelings and difficult with others 就是简单来说 好像这里有这么多人坐在那里 有一幅平图 大家都拿着一个五眼六色的平图 那些这样 有时候 其实做任何事都好 其实你要完成一个project 其实都是一幅puzzle 一个大的拼图 你靠一个人之力 一个人可以做到 但你花的时间是很多 但是如果一幅砌图里面 是五光十色的 很多colors 每人都分一部分 我们只不过是拿回自己 要云那部分的时间 然后慢慢再去堆砌一齐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完成到那幅puzzle 所以简单来说 不要为疾忌医 当你发觉到自己有很多东西 没有办法和人表达的时间 你发觉 跟你同事说 又好像不太好 跟家人说 他又不明白 那你跟谁说 就找Therapist跟你谈谈谈 Million又出场了 很开心到 整班人跳跳跳跳 弹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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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 有困难的时间 我是一个coward coward即是懦夫 因为你跟一些 因为我刚才说 你不开心说 你有困难的时间 没有人知道 你出声的时候 你身边的人 就会主动去帮你 所以 他们会为你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 或者建议 或者甚至一些心理支援 所以 记得有些什么 不要屈在心里面 应该要是放胆的和人聊 但这只公仔翠儿在这里跳舞 好了 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事情 不公平的事情有很多 有很多人跟我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公平的 没有公平的 还有老公很不公平的 当然他当然遇到很多 不公平的事情的时间 才会说到这一件事 但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时间 你只是不出声 就是自己回到家 自己哭 没有用的 你一定要鼓起勇气 充满自信 去说声给人听你的感受 和你想究竟得到些 什么的结果 如果你上班的时间 你遇到这个 这个是 replace bullying的时间 说真的 replace bullying 我都说了 全世界都有的 不会说 只是你上班的地方有的 所以有时候的事情 有样东西 当然你不是 无故随 都样样出声 但有些事情 如果是影响到你的 physical mental 或者spiritual 你一定要放胆去出声 说 maintain a healthy lifestyle 这张照片我特意做暗的 其实是一个沙滩 有棵椰树 环境很漂亮 我们如何维持一个 健康的生活模式 大家这幅图画都看到 eat healthy 要保持均衡饮食 为身体吸收足够的营养 左移动 右移动 这样做什么 大家都想到的 这样就说 定期进行体育锻炼 一个星期至少三次 每次大约三十分钟 当我们进行这些 这样的体育训练的时间 原来我们的大脑 会释放送一种 叫做 内飞态 即是这些 dopamine出来 就会令到我们的情绪 是会得以缓解的 当然这幅图大家都明白了 有小朋友弹吉他 有人唱歌 有人读书 有人跳舞 有人画画 那些这样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 hobbies 和我们的interest 所以 就是说 给自己要参与一些 可以带给你快乐 和满足的爱好和兴趣 这样就可以 令你用更轻松的方法 来面对压力 而不是只是 上班放工 上班放工 或者是上学放学 那么困扰 啊 这又干什么呢 有几个人 引起了 有些对白 这样 不知道什么事 这样 好了 记得 你和你的亲戚 和你的朋友 保持定期的社交联系 因为他们suppose 是你一些最close的人来的 就是 是的 当然 就是亲戚 朋友 你自己 你自己都应该知道 哪些是和你合谈 哪些是和你合谈 哪些是合谈的话 如果是 是他们合谈的 the right person 的时间 就和他们做一些 正常的 或者一些定期的社交联系 就是 那这里大家不用说了 哇 disco里面 又烟 又酒 又有安全套 这样 那么记得了 遇到压力的时间 千万不要碰毒品和酒精 甚至乎 亂有这样的性行为 因为这样 是很不负责任的 那 得出来的结果是很严重的 那我绝对相信 有很多人 在他过去年轻的时间 都曾经遇过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那如果是的话 那你都要去真的去检讨一下 你是不是现在还在做同一样东西 去伤害你自己和你身边的人呢 好了 Maintain adequate sleep hygiene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要我们睡觉的时间 怎样为之睡得好啊 那这个女孩就睡得很香甜 那就是一些sleep hygiene tips 他说 Avoid daytime napping and expose yourself to natural light during the date 就说我们呢 早上就不要在这里 就是黑着觉了 那这样 但是很多时候很难的 吃饱饭 饭你工心的时间呢 坐坐下 自己就是黑着觉了 都不记得了的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我们尽量是暴露自己的天然光里面 就不要说 整天都躲在室内里面 那所以有很多人 lunch hours 或是什么整条街都有人呢 或者是热烂烂的 那些人就因为在办公室里太冷 或者是觉得在办公室那些灯光啊 那些灯啊 令他很不舒服 他情愿在一个小时里面呢 在外面周围走一下 走远一点啊 他吸收个阳光精华 这样的 另外呢 set a fixed back time and wait time 那就是说 自己几个钟睡觉 最几个钟起床 就算无论他 一会儿都会说的了 无论你之前那一晚 你睡得好不好都好 但是你习惯了那个时间起床的话呢 你都要习惯了那个时间起床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你的睡觉 即是睡不到觉的 那个恶性循环呢 就会是不停的 是无限 loop的了 那么limit the amount of time spent a week in bed 即是简单来说 如果在床上面 你准备睡觉 但发觉到自己是 在那儿煎熟 如果反来反去的话呢 不要浪费时间了 就离开床 出房间的厅 看一下 喝杯 一杯热奶啊 或者是看一下一些 普通书籍啊 千万不要打机啦 当然 或者是看一部恐怖片 那你不用睡了 always allow at least one hour before bedtime to unwind warm bath soft music audiobook distance does not include stimulating activity computer electronic studying 那么如果一个钟头之前呢 即是凌晨呢 你可以做一些什么呢 初个暖水粮啦 听一些轻柔的music啦 一些audiobook啦 那这些呢 当然完全都不是一些刺激性的活动 但是如果你说我打电脑机 我用些电子仪器 那些这样 我读书哦 那你就不用睡了 switch off the screen in your bedtime and avoid using a bright alarm clock 那这个简单来说呢 就说 即是如果你在家 你的睡房那里呢 又有把电视机呀 或者又有把电脑的话呢 这个是一些极度非常之不好的东西来的 你一定要把屏幕 就是把电视机关掉了 因为很影响到你 你睡觉那个 那个磁场 那另一样东西就说 就说 就是不要用一些很 即是一响过闹钟的时间呢 就 那样 那样 那其实你个人都没睡醒 但是你这样闹的时间呢 是会令到你是想订烂个闹钟的 因为我都订烂过很多个 好了 好了 我们上场睡觉呢 刚才说了 无论睡得好不好都好 都要按时起床 那样 那你每天晚上睡得差 那些这样 那你就 那你早上定时起床的话呢 就很 很怕我们一个叫做 Biologic clock 就是我们的生力 始终受到干扰 那么呢 就早上的时间 刚才说了 就是千万不要 尽量不要黑暗睡了 那这间房间 那这间房间 当然是特别是设计 美的房子 那些这样 那这样 那记得你的饿室呢 就是你睡觉的那间的bedroom呢 就尽可能呢 就不要人家俗称叫狗斗那样 即意思 哇枕头又 枕头皮呀 全部都没洗 整阵厄味呀 那样 那穿那些脏衣呢 就堆在床尾 发臭的那样 那你这样的情况 你又怎么睡得着呢 那所以呢 你的房间要是整洁啦 干净啦 舒适啦 那样 还有你睡觉的时间 你个 你个 天花的眼灯 你当然会关掉 对不对 那旁边的床灯的时间 就搞得很柔和啊 那 凌晨的时候就关掉它 那温度就要适合了 你太热又睡不到 太冷又睡不到的 啊 哇 这只猫挺有趣 你看 刚刚洗完凉 对不对 那又约着一件粉红色浴袍 那 那它在洗 应该看样子 都像咖啡的了 那我去看看它说什么 好了 避免在晚上喝咖啡 浓茶 或者吃一些辣东西 如果你真的睡不着的话 试试喝点牛奶 这肚子好有趣 好 好了 那记住了 临睡之前呢 避免是进行一些 剧烈的运动 或者需要大量用脑的活动 对了 就是好像现在这个公仔那些 那些 它对着 就是它对着个屏幕那些 那些 那它都很激动 不停地说话 做指挥 那些这样 那做完这些事情 你绝对都不用睡了 那刚才之前那幅 Yoga那幅图呢 就是定格的 这个呢 就是GIF来的 就是可以 动动的图案 那样 那如果你真的睡不到 教的时间呢 不要逼自己睡 你越逼自己睡的时间 你是越会睡不着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放松的运动 例如Yoga 那网上有很多 就是一些realization exercise 那样 大家可以上网去抄一下 有三个realization exercise 想和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呢 就叫做 Diaphragmatic Breathing Exercise 就是横颊膜呼吸练习 那第二个呢 就叫Muscular Relaxation Exercise 肌肉放松运动 而第三个呢 就是Imaginary Relaxation Exercise 意象放松运动 那这个很简单 这个人 他睡在地板上 什么都没有铺 没有繩的 那接着呢 他就摆一块东西 就在肚腩上面那些 那他这个呢 就是叫做 这个叫腹式呼吸 是的 那就是简单来说呢 是我们用我们的横颊膜 那他如果解释好像这样呢 是你看到他呼吸的时间 他都没有说 特地去 用肩膀和肾都没有 尘身都没有移动的 是尘尘横颊膜 来锻炼这个呼吸的话呢 那这个呢 是一个 一个 教你怎样去放松的方法 那当然唱歌都是用这些方法 其中一个唱歌 学唱歌的方法 用diaframe 好了 这个呢 就叫做 Muscular Relaxation Exercise 那也是很简单的 那分享到 那接着呢 就是 脚拧去左边的时间 头拧去右边 就是相反地这样做的话 那这个呢 就叫Muscular Relaxation Exercise 很简单地做的 好了 这个呢 就叫Imaginary Relaxation Exercise 其实我们呢 就叫做 是意象的治疗方法 意象的relaxation exercise 意思呢 就是说 他会 有很多方法的 那我都有很多碟 以前是送给我的病人的 那就是 比如说 叫你说 你现在 你在一间很宁静的小屋里面 那你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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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见到一张椅子 你便慢慢坐下 然后旁边有一壶刚刚冲好的茶 来浸泡茶,慢慢喝一下 那张椅子原来是摇摇椅子 一路坐摇摇摇摇,觉得很舒服 这些就叫做意象疗法 其实都很舒服的,真的很舒服 但如果你不懂的话 其实YouTube有很多 你上网打Imaginary Relaxation Exercise 全部都教你了,你都不用粗劳了 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谢谢观看 多谢你看了我这段影片 记得订阅、赞、分享我的YouTube影片 在这里再介绍 我是Elisa 是一位资深的精神科护士 和一个IFPA的Aron Therapist 我是一个国际的香氛治疗师 我希望能够透过我多年来的精神科的辅导 再加上有些人食药吃得多时间 对于他的身体受到很多影响 也可以透过Aron Therapy 这个香氛治疗 来做一些reliving的工作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进我的网站 去看看我有些什么服务 还有记得一定要预约才能看 因为你不预约的话 就会浪费一些quoters 给一些真的有需要的人 在这里多谢大家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你就很快听到我下一段影片是说什么的 多谢大家 Thank you so much 拜拜 by bwd6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赤洞仔 抛弃 去分校共队 放开 彼此心中 矛盾理想 一起去醉 同手人世相随 无论更无论 同似 外国偏便 贵手 打平几句 我们大家 用艰辛努力写 下纳不留 香港名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